书记您此刻的心情怎么样 011 011 就是学不得了 那下次什么时候再来 那就要看天主的意思 我想学了很多东西 比如他们为准备 这次的圣体大会 能够邀请全台湾的主教教友们 甚至教友的朋友 教友非教友的朋友 都放映他们来 这个是很配合 今天的开放教谈精神 继续往外教谈 把我们基督的爱的精神发挥出去 所以题目也改得很正确 很感动 我们常常记得 祂从天 祂是天主子 祂能够下来 驱专就碑 这样的来世界上救赎我们 这个表达那种谦虚的一份精神 所以这次圣体大会 就是我们不是看他那种辉煌 而是看他那种最内心的最深的灵修方面 就是要学习耶稣的谦卑 能够不与自己什么尊高 而是杀了这样的人 这个就是我们 就这样就可以用我们的心来接触别人的心 把我们的心跟耶稣能够结合起来 而且呢 增加我们的爱 就我们呢 使我们的心 能够把天主的爱呢 散发出去 很简单 完成是不是 宗教的事情 我是教宗呢 想你 到台湾 去做 教宗的代表 去那个为这个 宗教事情 纯粹是我们的 为没有别的 就是圣体大会 圣体就是我们的一个敬礼 在内心灵修里面 一种一种对耶稣的尊敬 所以完全是宗教 团结是最重要 我想说 所以是 我以前我做副酒招 什么时候也是 我常常用一句话 来鼓励大家的 是不是 集体力量 集体力量就是 大家加起来 虽然用今天来讲 其实在以前也有差不多 就是我在华里刚第二次大峰会议的时候 我也有在参加这个会议 后期的时候 就是讲那个就是 collegiality college college 就是那个 主教团啊 或是师多团啊 团 不是个人 另外但是我们也有 就是热爱耶稣 因为是 耶稣是我们的这个信仰中心 那信仰中心呢 特别是他为我们 为了爱我们人类 下来人世间 牺牲自己